大家好,我是纳珍,我来自陕西西恩 大家好,我叫张辉,可以叫我辉子 我跟纳珍是高中的同学 但是在大学期间,我们两个分开了 我在北京,她在西安 十一地恋,不是分开 对,十一地恋 你们家远吗? 就在这儿,马上就到了 就在港大的旁边 对,港大的下面 来了 你好,这家里也不错 在香港来讲就是比较标准的 这个500尺的吧 一尺就是9尺多是一瓶 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应该三十多瓶吧 差不多 像这种房子应该就是 一尺是将近两万,一万多 两万多一尺 那相当于一瓶米大概18万 对,差不多18,9万 我天呐 真是寸土寸金 大学毕业了之后呢 我回到了西安工作 但是纳珍呢,她又考到了北京 算是追随我 也是想证明自己 几年之后 我们两个终于呢 就是在 在香港会合了 对,在深圳会合 就是我当时呢 是辞掉工作 纳珍呢 是拿到了这个 去港大读PhD的这个offer 再经过这段时间 我们又一起搬到了香港 现在呢 就是我们两个这样的状态 我是2011年8月份来香港上学的 然后在读博期间呢 我生了孩子 也跟我先生开始创业 今天呢是19年的8月8号 然后我是2011年8月来的香港 正好8年了 因为我们下周要回香港 所以我今天一天的安排 主要是处理一些公司的 剩余的货架跟库存 然后下午呢 会接了孩子放学后 去香港大学转一转 晚上呢 我们会带她去海边长廊 去踢足球 这差不多是我们今天一天的安排 刚把仓库分租出去 然后这周日我们把钥匙交给这个公客 租给了一个菲律宾的教会 之前这是一个大间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分阁 嗯 就我们俩没有拍婚纱 没有拍婚纱照 我就说一定要有一个这个 试图记录一下我们的这个 在香港的8年 所以开始她不愿意拍 然后我就说必须要拍 所以她才接受的 她刚来深圳的时候 我们在深圳她辞职了 辞职了以后 呃我们就租了一个房子 她当时就已经在做电商 发货啊什么的都是在我们家里面住的地方 就堆的全部都是这个货 都没有走走路的地方 特别挤 然后后来我们在2013年1月10号 我们俩就在香港领证了 其实最初的想法就是 希望她可以非常自由的来香港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领证之前 她只能办旅行签 然后办完两次 还得寄回西安去 托朋友再去办 然后才能再来香港 一次只能来7天 就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们当时13年领了证之后呢 她就后来就搬到香港来了 我们就开始在香港的卧居生活 最初我们租了那个房子 就是住三会大厦 只有七八平米 只有七八平米的套房 一个房间里面隔出来的一间 对隔出来的一间 它的一整套房子就像我们家 现在这么大小 但是呢隔了三到四间 然后我们住的是其中一间 有一个一平米的卫生间 然后有一个床 有一个特别简易的衣柜 小柜柜 对 她当时也没有办公的地方 我们就去港大的那个自习室 每天在那工作 她就在那工作 然后我有时候会回我学校的办公室 有时候会跟她一起 我们后来又换了一个房子 换了一个60年代的香港的老房子 特别老 就在我们现在住的附近 但旁边有一个工地 特别吵是吧 对 我们后来就跟房东协商说 要搬走 因为当时我在怀孕 肚子里就是小宝宝 就是一听到那个凿地的声音 她就一直在一直在动 特别特别剧烈的动 我们就怕担心对她不好 后来在生了孩子之后 就赶紧换了一个地方 对 当时是先租了一个办公室 对 就为了躲避那个噪音 对 然后这才有了香港的第一个办公室 办公室租在了现在这个位置的斜对面 也很近 香港商业中心 也是50多平吧 没有没有只有30多平 30平 那个时候也是货都累得比人还高 然后人就在货当中穿梭 那个时候也是我们跨境业务 刚开始做的时候 在那边 然后也是小孩子刚出生 就是怀孕最最难的时候 和刚出生的时候都在那边 孩子刚两个月的时候 我们俩都要去公司 忙自己的事情 就把他放到那个货上面 是不是 对对对 就把他放到 然后扛到12点 实在扛不住 他一直在一直在哼哼 可能是想回家睡觉 然后我们俩都继续在工作 然后就安抚一下他 后来呢 就是到12点了 他实在扛不住 他自己就睡了 然后就再把他抱回去 他尤其对于打包的声音特别熟悉 就是交代的声音 因为我在怀孕的时候 我就 就是经常帮他打包 然后 我有时候去学校 就是 就是见完我的导师 然后回来以后就帮他打包 然后就能听到那个交代的声音 所以孩子感觉是在怀孕的时候 就对那个声音特别的熟悉 他现在听到那个声音 也从来不觉得特别烦躁 就还挺习惯的 可以说就是我的事业呢 是完全伴随着我跟那真两个人的这个交往 以及最后孩子出生 就是等于说跟我们这一家都是非常有关联的 孩子马上放学了 我们现在去接他 后面的这个是尖泥地城泳池 最近呢 我们孩子就在这儿正在学游泳 我们想让他回西安之前呢 学会一种泳自 现在正在学自由泳 估计快了 现在正在练手 还有这个踢腿 希望回去前能 学会吧 嗯 嗯 哎呀 嗨 哈哈哈哈 嗨 老小朋友 接上小朋友啦 现在去香港大学 这是什么吃的呀 谢谢老奶奶就是做这个点心都做了 反正我刚来香港她都在 已经都开始了 她应该做了几十年 我也叫不上来这个名字 有点像我们老家的那个竞高 我们现在坐这个电梯去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呢是在这个半山腰上 然后这个电梯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 就是坐这个电梯可以一直上到 这个港大的这个门口 然后现在呢在香港大学旁边还开了一个地铁站 从地铁站也可以坐直梯一直坐到港大去 现在我都是坐直梯去学校 以前都是要坐这个登山电梯 这个坐这个登山电梯就有 很有一种回忆 就以前我们都是这么去到学校的 这儿就在哪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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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咱们给我们计学上 计学上 这儿你还记得 哦 这个 这儿就在哪儿 咱们给你走 这个就是港大了 我们快回去了 所以现在来学校再来看一看 走了啊 走 去学校看看 因为这个离我们之前已经有好多年了 现在它那里面餐厅啊 这个也换了好几家 这是我之前上学的时候经常来的一个餐厅 呃 我们老在这儿吃饭 但之前是大家乐营业的 现在好像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公司 呃 呃 我们 我反映的时候老在这儿吃饭 但是都吃不下 就是总是瘦很多 后来呃 毕业了之后这两年就没怎么来了 今天过来看看人还是蛮多的 现在是暑假 人分比较少 看学了以后人会非常多 都要排队的 好 这是港大的主校园 我之前的办公室就后面那个白楼 叫牛鲁师楼 然后这边呢 是图书馆 以前呢 就经常在这一片活动 走 我们去看看 走 我们去看看 看客 你还记得这儿不 咱们好久都没来这块了 咱们现在每回都去那边 我记得了 你还记得那个 之前咱们 给你骑自行车到那边骑 记得不 记得 你往后退 你没注意 把书包碰下去了 不会的 你看看 那个 哦 cosmic 哦 哦 咱们 哦 嗯 哎 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们俩对于未来的规划一直都是有运的 所以才能克服这么多这种客观的一些障碍走到现在 其实一直就是我们之前都是这种工作状态的多年 所以我对未来的这种期许也好展望也好 就是可以平静的追随自己内心的简单的生活 简单来说就是想做事 我们已经拍摄了140人的一天 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足迹 我们还将记录更多的人生百态 我们相信每个平凡人都有他不平凡的一面 如果你想纪念你的一天 就想联系我们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